大家好 欢迎回来Severfresh的频道 一段时间我还没拍过影片 因为我在Easter之后做了几个练习 然后在Easter到现在这个时候 都在准备我的year 2的final exam 我刚才下午已经考了我今年最后一个VET的考试 所以我今年就已经officially完了 所以现在就可以多点时间和大家分享一些兽医的东西 如果你能按下这条影片 我相信你可能是今年2024考完DSE 又或者你可能是中四五的 未来上去报仇医 如果你第一次看我的影片 有个字我介绍 我现在是一个year 2 我刚刚读完year 2 准备升year 3的兽医学生 我就在英国的London读兽医 如果有看过我之前的影片 关于我怎样进入VETSchool 应该会知道 我有报过几个不同的VETSchool 而香港的成大兽医 我都有在JUPITS去报 而JUPITS放榜的时候 成大兽医也有offer给我的 但因为我当时已经决定了去英国的RVC 所以我就reject了他的offer 虽然我最后没有接受到的offer 在成大兽医 但我整个DSE application process 全部都go through 所以这条影片中 希望可以给一些方向来 如果要interview 或者想报成大兽医的大家 但一个小小的disclaimer 因为我是2022那一届去报 而那时CDU给我的interview 全部都是online 所以这个format和你现在 可能有点不同 但我看过他的requirements 都依然是一样 所以希望我的经验 都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不过最重要 都是你自己要去做足够的research 好了 我们马上开始了 首先就是成大自己的网站 就是它的minimum requirement 但是大家知道 这些minimum requirement 是最minimum 因为兽医的成绩要求都高 所以如果看成大的PDF 他最近来的2023JuPAS 的admission score 兽医的median 就是35分 Lower quarter 就是35分 而是算Best 6 而这个分数 比我当年报高了少 我记得我当时 的median 应该是34分 而现在是35 所以如果现在看影片 在中四五的话 你也要大概知道 有个idea 兽医的收纹要求 都是高的 虽然没有一些 con you 或cu medic 但是 都真的不低得去哪 除了成绩之外 兽医这科 和其他科 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他需要一些work experience 在成大网站 work experience 需要的 就是70个钟头 animal related experience 可以是clinical 又或者是nonclinical 都可以 还有 应该是88字的personal statement 而这个work experience 和这个personal statement 绝对不是等你放榜 才去准备 因为我记得 我报告的时候 他们是在DAC 放榜之后的一两天 就立即打电话过来 跟我说 我现在邀请你去interview 而你可不可以 立即在半个钟头之内 去到 传这个work experience 的proof 和personal statement 给我 所以你真的要准备好 他们什么时候 叫你给他 你就给他 不过我相信 现在应该有个system 让你up load 不知为什么 我当时很急 叫我在三六分钟之内 把email送给他们 但想带出的东西 就是如果你真的有 心想读寿意的话 那这些呢 就先准备好 如果你现在是中四五的 你就可能可以找一些 work experience 又或者如果你现在 是等着放榜 那就可以写定 你的personal statement 和make sure 它是真的一个好的system 那这个说起 work experience 那很多同学 就可能会觉得 到底怎么找 这个work experience 那真心 成大70个钟头 work experience 已经是在 众多的vet school 里面 算是要求比较低的 那很多vet school 例如我现在读的rvc 我那时候报的那时候 是有70个钟头 clinical experience 就是在寿意诊所做的 experience 还有呢 有70个钟头 是不是在寿所做的 例如去shelter 等等的地方做的 experience 所以如果你一直有心读秀医 不是说等到考完dsc 才说突然想读秀医的话 那你之前 可能已经有 一些work experience 而你现在 准备要做的事 就是应该要去问 你之前做过的work experience 问他们 可不可以给你一张proof 就是说 proof你做了 不知道一个钟头 哪一天 做了些什么 然后叫你签个名 而这个就可以成为 你的work experience 的proof 这样就可以传给你成大 那如果你是dsc 之后想读秀医 或者你是未有做到一些work experience 现在开始去找 也未叫最迟的 因为你距离放榜 还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 所以一个月里 你至少做两个星期的work experience 应该都有时间 不过在这些禁迫的情况下 我建议你们 去找一些non clinical experience 因为clinical 就是诊所的 experience 通常是 人们做过一年就已经订阅了 所以通常这些都比较难找 但是香港的shelter 猫也好 狗也好 或者兔子也好 什么都好 其实他们通常都很缺人手 所以如果主动一点 可能去facebook 去dm他们 又或者直接打电话给他们 其实都很大机会 可以让你找一个shelter 可以去做义工的 不过找work experience 一个小提示 就是你在做的时候 可能第一次第二次去的时候 你先问他们 就说你是想去报仇医的 所以你需要一个work experience的proof 问他们在你做完 可能两个星期之后 可不可以给到你 因为我的确实有些经验 就是有些shelter 不说谁 他们比较糟糕 他们是要你做了100个小时 才可以出一张proof 如果你做不够那个时数 而他们又不肯出那个reference 给你的话 那就比较棘手 所以开头头几次去 先问清楚 那就最好了 我当时交给成来的experience 包括有两个星期的 local vet clinic 和SPCA 两个都是去到shadow的兽医 然后nonclinical 就有一个dog shelter 一个兔子的shelter 和我去到一个香港的猪场一天 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是中四五 你想找experience 真的去到找越多越好 反而你不需要做一个超级场的 但是你可能每一个都去试一下 令自己看看是否真的喜欢这个行业 那这个experience 除了帮到你去到认识自己 是否真的喜欢这个行业之外 其实也是可以帮到你的vetscu application 包括我们下一个部分 要讲的personal statement 如果现在是写你的personal statement 的话 我建议你们 可以将多些work experience的经验 放进去 不要只在那里写 有多喜欢动物 或者多喜欢做兽医 反而是真的给那些人看到 你是真的有放的心机 又去到上次做experience 然后经过的experience之后 去到反知自己是否真的喜欢这个 而当时我自己发现我写personal statement 的一个track 位置 可能就是我很容易会去到 就这样复述 那个experience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看到什么 而在我给不同的人去看我的personal statement 那时 他们都有建议我 要写多一些自己的感受 除了自己的感受之外 如果你是讲一些clinical experience 的话 当场是有个VET 有一个很好的反思点 就是那时当场的兽医 你觉得他做得好不好 有什么是做得好的 有什么你觉得他可以好一点 或者有什么 你是从兽医身上 你就可以学到 而写这个personal statement 给成大 你也可以用一些 你之前交给Jupert的slp student learning profile的元素 但最好 都是加多些关于兽医的experience 和主要focus在这一课 除了我自己的提示之外 其实在网上 有些其他的兽医学校 又或者是其他的VET 他们都做了一些resources 是给一些pre-VET的同学 去寫personal statement 我当时发觉很有用的 就是一个英国的网站 他就叫做medic mentor 而undermedic mentor 他就叫做一个VET mentor 他有一个YouTube channel 他也有自己的broadcast 也有很多tips 教你如何寫好的personal statement 又或者如何做一个好的interview 为了拍摄这个影片 我也找回我两年前 去寫给成大那篇的personal statement 因为我当时是有一部英国的Yukas Yukas Yukas也是很注重那份personal statement 所以交给成大那份personal statement 我纯粮将Yukas那份 过了一些字眼 减了一些位置 然后交给成大 不过如果你有兴趣 想参考一下的话 就可以留下 description box 找到 接着就去到 关于interview的部分 其实本身的影片 我本来只是想说interview 不过怎料最后用了很多时间 去说work experience 和personal statement 好了 接着讲回interview 用回我那天的经历 虽然是online 但是那天是我一个人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三个校官 或者可能不认为校官 即是interviewers 不过我相信 现在的interview 应该是一个individual interview 而不是每个人都有interview的机会 是等你DSC放了榜之后 他就会根据成绩 就应该去选择人去interview 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在片头那里说 有个人在DSC放了榜之后 就打给我 叫我去upload一些东西 寄给他的email 其实那时候 他也是打完给我 就说明天有空去interview 所以interview 真的超急 可能今天问我明天可不去interview 所以你自己也要有心理准备 因为你prep的时间 就未必有很长 而在interview内 我有大概记忆他问了什么问题 不过我真的有点后悔 我当时没有写单 每一条去问过我的问题 不过我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他必须围绕着 都是问回我的personal statement 里面写过的东西 在我personal statement 我提到过我去香港的豬场 所以在interview的时候 interview的时候 有特意问我 关于你觉得香港豬场的animal welfare 是怎么样的 而animal welfare 这个topic 应该都是成大interview 其中一个很体重的topic 就是这个成大的course 他的四个theme 就应该有animal welfare aquatic animal health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 和food safety 所以如果你的personal statement 有提及过这些东西 我相信他应该会再寄你去问 而如果关于animal welfare 如果你有做prep的话 应该很常见到的就是 例如 5freedom 到底动物有什么 哪五个freedom 又或者是一些不同的enclosure 例如一些farm animal的enclosure 又或者是一些shelter 就算是一些domestic species 到底他们的enclosure等等 符不合这个animal welfare呢 所以如果你的personal statement 是有提及到这些不同的theme 的话 你在interview之前 可以多看关于这些theme的东西 可以有多些东西 给你interview 那也是有用的 而另一个highlight到的东西 就是你的personal statement 里面的experience 全部都一定要是真的做过的 千万不要打算 隨便做些东西 然后就可以过到关 除了刚才所提及的animal welfare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one health的concept 那one health呢 基本上就是说human environment 和animal 它们的共存和interaction 是怎样的 而关于one health 其实你可以找到很多书 或者一些不同的paper 是关于one health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而另一个interview prep 很有用的东西 就是去看一下 CityVet的curriculum 是怎样的 我不知道他这几年有没有改过 但是我当时是试了 可能去year1,year2,year3,year4 和year5,year6 分别是有什么不同的theme 有什么去做的 那你明白了他的curriculum 如果在interview之后 他问你有什么问题想问 也可以去show给你看 你真的有看过他们的curriculum 你真的有兴趣的 而最后一件事 就是应该成大寿意 都很proud of自己 去到和corner university 是有合作的关系 所以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多些成大的网站 又或者是corner university 他们的vet school的网站 到底他们怎样去到collaborate 又或者有什么support 是给成大的 而这些全部东西 都是一些你看了知道了 其实也有机会去到对你的interview 有帮助的东西 我现在看回我当时的notes 大概我prep的就是这么多 不过的确 我去prep成大的那个effort 是真的比我可能 英国的大学比较少的 因为我去到英成大 已经很大机会 已经可能定了80% 会去英国那边读秀医 不过相信 我在prep英国的interview 那些skills 其实都是transferable 去到成大的interview 而最后Jupers放榜 成大也有offer了我兽医的place 但是我unfortunately 就没有去到成大读了 好了 那这条片就来到这里了 希望可以帮我 准备想报vet school的你们 如果是2024DSE 准备放榜的你们 我都祝你们最好运了 而这条片里 我相信是未遇到 所有关于成大interview 或者application的东西 所以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下问我 我都会尽量去答大家 不过如果是否很specific 可能成大读什么 读什么 读什么读什么 这些我都未必答到你了 因为我不在成大读就医 如果想问一些specific的问题 我之后 其实有很多东西 就是成大首医的学生 他们有一些IG page 也可以DM 去到真的问他们 而来的时候 我就有很多时间拍片 虽然我下个礼拜 有个placement 我下个礼拜 就是一个dairy placement 就是我去一个牛的农场 去两个礼拜 那里应该会做milking 就是拿牛奶 还有去到calfing 就是帮牛接生 应该是一个挺有趣的两个礼拜 我希望可以拍到vlog给大家看 如果还有什么想看的影片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和我说 那这影片就来到这里了 喜欢这些影片 就记得like和subscribe seperfresh的channel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